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特原油是轻微下跌至58.86美金 黄金价格是回调至1484美金 比特币价格下跌2.3% 目前报价是8171美金 澳元兑美元的依旧在0.6750附近徘徊 但是英镑已经是从最低点的1.20涨到1.2760附近 上涨接近700点 昨天呢 谷歌也是公布了这个新闻发布会 是秋季发布会 那么谷歌呢 在发布会的这个开始的时候啊 股价上涨了接近1% 那么过往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苹果呀 三星这些华为公司呢 都会有一些发布会 但是在美股其他公司里面 如果是比方说耐克发布新的这个球鞋或者是产品 那么同样的会影响它的股价变化 所以呢 我们应该还是要多关注一些新闻 影响股价的这些变化 那么除此之外呢 沙特阿美那边也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就是炼油厂发生了爆炸 两名工人呢 牺牲了 或者是另外两个工人受伤了 因此呢 对石油价格也是有小幅的一个反弹的提振 那么高盛呢 昨天股价是上涨了1.98% 那么摩根呢 也是有小幅的上涨 那么二者呢 都是公布了一些财报 但是呢 高盛的财报呢 显得不及市场预期 但是摩根斯丹利的话 财报是优于第三季度的市场预期 那么这些数据告诉我们呢 澳洲或者是美国的金融市场相对比较简单 就是说大家一开始呢 对这家公司的股票呢 有一个不错的预期 那么如果是公布出来的数据 或者是真正公布出来的产品好于 大家对它的原有的市场预期 基本上股价都会有相应不错的表现 一般呢 市场数据好于预期1% 股价呢 有可能会上涨0.5%到1%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和幅度 那么除了这些公司公布的信息 昨天呢 IMF 就是世界经合组织 也是公布了最新的经济预告 那么全球世界经济呢 整体还是偏于下滑 欧元区呢 原GDP增长速度从1.3%的预期下调至1.2% 美国呢 也是2020年的GDP增长下调至2.1% 世界经济呢 总体GDP全球增速有3.2%下降到目前的3% 因此呢 大家要引起注意的就是说 经济周期的下滑在2020年根据IMF的预期还是要继续的 所以呢 我们手里的股票依旧是要偏于相对防守或者是保守一些的 不要选择过于激进或者是负债过高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IMF对全球经济未来的一个预测 金融呢 虽然目前比较不是那么的景气 尤其是在股票市场风险不断累积的过程中 那么这个时候呢 很多人就会问 比方说 有一框苹果 那么这框苹果坏掉了 那么如果是会计或者我们普通人会怎么办呢 大家可能会半价把它销售掉 但是对于做金融的人来讲呢 他会把坏掉 坏的部分呢 去掉 把好的部分留下来 然后做成水果拼牌 再按照原来十倍的价格卖出去 因此呢 金融行业的逻辑和其他传统行业是完全不一样的 虽然在经济不景气 那么金融行业依旧是有大量的一些投资机会 尤其呢 这个时候公司肯定是会剥离不良资产或者是重组 一旦发生类似的事情呢 那么即使在经济周期下滑的时候 依旧会有很多的好的企业优质的资产聚集在一起 那么这样的就会堆积出来 然后促进股价的一个上涨 那么英国方面呢 也是英镑最近一直大涨 让大家感觉很兴奋 因为我们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是预计到了英镑呢 有大的这个行情在十月份 因为基本上所有的利空快全出尽了 利空出尽呢 对金融市场往往就是预示着要反弹 那么有点像英镑呢 有点像我们年轻的时候 这个青春期的叛逆 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很乖 到了13岁之后呢 可能有一些啊觉得哪怕是错的 我们也要去尝试 因此呢英国脱欧有点类似的情况 那么本次呢 可能英国人就会觉得 我们已经是闹过了折腾过了 现在呢不想再那么的激进了 所以说呢可能大家的选择最终会一致 脱欧呢会顺利的进行下去 但是假设脱欧的事情又出现了很多的风险和问题 不确定性硬脱欧了 那么这个概率呢大概是在15%左右目前 所以呢我们依旧要防范四重风险 那么第一呢就是欧洲彻底陷入经济衰退 整个欧洲大陆 那么第二呢就是欧洲多国货币遭受抛售或者是重创 那么第三呢就是欧洲的信贷市场出现流动性危机 流动性危机就意味着银行出现风险 那么第四呢就是意味着股市可能会发生暴跌 那么大盘跌幅有可能会高达8% 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可以考虑是否是可以逢高做空 欧洲的股市已对冲我们在澳洲持有的股票 因为澳洲的股票大盘指数相对于欧洲更加的稳定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大家如果是想参加我们线下的讲座在悉尼 我们本周末 那么如果是大家想要报名 可以点击一下视频下方的这个报名链接 参与我们线下的讲座活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